大家好,今天我做了香酥麻酱烧饼 坏酥里软,咸香美味,还带着浓浓的麻酱香 大人小孩都爱吃,喜欢的家人一起来做吧 准备250克的面粉,加入1.5-2克酵母粉 搅拌均匀 加入清水165毫升,搅成絮状 下手揉成团 现在天气比较热,所以酵母粉的用量比较少 水用凉水即可 因为发酵过快,做出来的层次容易粘连 将面团移到揉面垫上,揉至光滑细腻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好,醒10分钟 取一个小碗,加入30克的芝麻酱 加入10-15克食用油 8克老抽调色 最后加入适量盐和五香粉调味 调成这样的麻酱汁备用 面团不要等到完全发酵 半醒发的状态即可 熟面垫上撒一层干粉防粘 如视频中这样,将面团整理成上窄下宽 再用擀面杖擀薄 擀好以后,倒上麻酱汁 用刮板刮均匀 撒上一层干面粉 像这样一边撑薄一边卷起来 卷好以后,分成等份的小面剂 取一个面剂,先把两头捏合 再把面剂对折 周边往中间收拢,整理成圆形 做好后,先沾一层清水 再沾一层芝麻 最后擀成小圆饼就可以了 电饼锅预热,多刷一点油 放入饼皮 咬面盆油,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中小火烙饼 烙至底部定型上色,翻烙另一面 烙至另一面上色,再次翻面 烙的过程中,勤翻几次面 这样烙出来更酥 倒置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麻酱烧饼就制作完成了 听一下声音,外皮特别酥 加了酵母粉,内部还十分柔软 非常容易消化 咬一口香酥掉渣,满满的芝麻香 喜欢的家人收藏试做吧